哎呀 我昨天晚上基本上跟没睡一样 太吵了 我今天开着车值饭困 特别的困 我现在躺到床上 休息一下 这个风扇从出来带出来到现在还没用过 今天第一次用 风力还不错 我才开的是二档 哎呀 好 我把他头掉过去对着窗户吹 这样的话睡着了不会感冒 哎呀 必须得睡一觉 大家看看我今天中午的午饭咋样 路边灰太大 嗯 太好吃了 我最喜欢我自己尝的香菇肉丝 以前那么爱吃米饭的人 这次出来都一个月了 第一次吃米饭 怪不得啊 最近连饺子都不想吃了 因为这一个月净吃面食 你看真的 一辆人 我都喜欢做 这次出来一个月了 第一次都没瘦还胖呢 因为做饭太方便了 我从来都没有饿感 每天中午吃面条的时候 西红柿鸡蛋辣椒 炒的都是咸咸咧 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父母带着我 去上海南京 炒的第一顿饭 米饭 然后就是西红柿 炒鸡蛋 炒茄子 甜的 因为我父亲的时候 是开会嘛 开贸易订货会 属于招待饭 都是甜烤 所有菜都是甜的 所有的菜全部都是甜的 就是后来跟着他们一路往上走 南京 无锡 镇江 苏州 扬州 就是 到扬州以后 扬州的菜太好吃了 扬州菜不愧是 在当时来说是全国四大 名菜之一 菜汽之一 多好吃 它虽然有甜的 微甜 它是一桌酒席嘛 地方单位就是招待嘛 招待的菜 南州名菜 然后 第二天早上早点 养州点心 这下南这边的小笼包 一楼 一个小包子 一个小包子 一个味儿 甜的 咸的 素的 肉的 我今天是因为吃这个 甜的西红柿 勾起了 我那时候年轻那时候 跟父母一块 去南方 吃的那个甜菜 勾起了 刚才你们看 高高的一盘子这个菜 我吃的剩这点 西红柿 还剩这一口了 不能浪费 先吃完 哇塞 终于吃完了 剩下这些菜 今天下午全都爆香 洗碗去